好回到蓝宣时 今天又到了每个礼拜 一文的美食单元 那照例的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是好朋友 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 妈祖婆 妈祖婆来咯 对对对 妈祖婆 我的好朋友 王莉雅 对很开心 好 其实我们也就几乎是 否则通常我都跟瑞雅 只有在走廊上面 匆匆相遇 就是说 譬如我进录音间 他出录音间或之类的 我出 多半是我出录音间 你进 因为我比较早 而且最近都没有吃饭 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没有私下聚会了 我们好乖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突然之间公布了米其林 这个八月底公布这个名单 你就突然之间 有这种很复杂的情绪 就照理说应该很嗨 哦那我们要来细施 对不对 尤其有些新的啦 没吃过的啦 或什么 开心啦 对呀总是会讨论一下约约 但是今年就是 名单出来 哦好 冷 对呀 因为你 Yuna到底有没有开放 你又不能吃 而且大家都还是会有点担心群聚 而且我觉得那个吃饭气氛也变得很不一样 你说一个米其林三星二星的餐厅搞个隔板的时候 那种感觉好像也有点 除了搞隔板之外呢 我觉得应该要先从头讲清楚 除了隔板之外 他们收客的人数也减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对不对 然后服务人员忽然间变很多 对对对 从头的角度讲的话应该讲说服务更到位啦 宫廷市的饗宴 我想要吃那个 木桐摇指性化 突然很遥远的感觉 你这样讲突然间想到之前我听朋友去讲说移工他整个弄的就是隔得还不错啦 那我要讲的是 我的还不错意思 还蛮舒服的安心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很改变 就是很影响到你的吃饭的愉快的心情 不会 另外我要讲的是精华啦 我觉得精华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量题对不对 我那天只不过走进去而已 我是要去吃喝下午茶 因为听说他们那个很宽广 下午茶的二楼本来就很高挑 他们已经半年到每个走廊了 你知道吗他几乎他像我们去地下一楼就二楼 就原本的通道 他桌子也都摆在桌子 对对对对 我觉得聪明 不是我觉得是聪明 反正逛街的人很少啊 你又要求我要有距离 对对对对 他就把所有的下午茶延伸到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其他楼层 至少地下楼的那一两楼的走廊都是下午茶的桌子 金华酒店其实从去年开始 他们的生意都不好 然后他们去年其实就已经把 他们楼下本来是精品街嘛 就是各式各样的名牌 他们其实就尝试着把一区拨出来 然后在中间摆几桌下午茶的这个 去年就有了吗 可是规模没有那么大 我要讲的是规模 还有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说 哎呦这是精品 不入流 你知道在这里摆这些东西 可是不会 现在大家观点不会 真的 真的 我觉得比较安心 因为他就是这样你就不用隔 他就一桌一桌 每一桌都隔个1.5公尺以上啊 我是不确定他的桌子 有没有摆在香奈尔前面啊 你知道否则以前像这些 比如说像以前这些 这个做一下window watch 以前这种一级精品是不行的 你知道他要很干净要很进空 他有他的格调 可是我觉得也是逐步在改变了 去年还是前年 应该是已经很久了前年 他们就有这样做 而且他们还摆了一个 就是把香槟当做是那个汽水 梳跑之类的东西 你去投币 香槟会咕咕咕咕咕你知道 滚出来 你知道给你一瓶小香槟 他有他有这个 自动贩卖香槟机 有我还拍了一段影片 真的啊 OK好所以这就是一型 天穷则变变则通了 可人人多吗 我那天去的时候 大家买单吧 所以我才会注意到 就每一桌每桌都住的人啊 所以我就沿着走廊走出来 你二桌走廊都 都是在喝香午茶 那你有感觉到 像是那个伸展台吗 有对不对 他那一区非常的伸展台 你走在他那个光亮的 那个大理石地板上 你最好穿着高跟鞋 卡拉卡拉卡拉 那天也没有 我那天穿着球鞋 真的吗 当你卡拉卡拉卡拉的时候 两旁的人都在看你 这样多不好意思啊 对啊对啊 这什么不好意思 时尚啊 所以我觉得饭店在这一波里面 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它的空间大 对 所以它在拉出社交距离 这件事情 它比较能够做得到 对 所以那些摊商真的好可怜哦 OK好 不论如果我们要回过来 讲这米其林了 那我们要讲米其林事 今天现在这个 瑞儿来跟我们 难得聊这个米其林 我真的要把这个 我自从看到米其林名单 是我最大的疑惑 我要问一下瑞儿 你确定它密探真的有来吗 好多人都问我同样的问题 不是因为真的啊 我们不是 我们封锁边境封锁的多严格啊 多久没看到外国人 而且外国人进来都要隔离14天 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不进来了 我要怎么讲这件事啊 因为其实今年媒体来采访 有关于米其林的问题 我都没有接受采访了 包括联合报 因为我觉得今年的米其林 太难 就比如说你太难 去评论米其林这件事 就像刚才蓝炫在讲了到底今年有没有密探 你如果按照常理推估不可能有密探 可是问题是米其林指南总部 因为永远都是那个人 自从发布了之后 一直都有一个总监就来了 那他们今年做的是线上发布 然后呢他都跟你讲说 我们有培养台湾的密探 后来我也是经历这样跟我讲 我们要积极去年就要积极 去年就要积极培养台湾的密探 那请问一下积极培养台湾的密探 到底比例是多高 因为基本上不可能 就比如说米其林密探 我假设是20个好了 20个搞不好都高估了多估了 对不对 搞不好我假设是20个 密探搞不好一成两成 对不对 就国内的密探一成两成 那请问一下这到底要怎么 怎么去讨论这些密探的专业水准呢 对啊 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密探的专业水准 密探不晓得标准是什么 不知道密探 可是可是问题是因为密探这件事 在米其林指南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就有记者穷追猛打问 因为老实想他们也不接受穷追猛打 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受私下的专访 他们都是公开的时候 那他就会回答你说 密探有啊 你知道他们的密探 不是你们认识的美食家啊 你知道都是nobody啊 然后他们的密探 一年要吃250家餐厅啊 专业的打分数的人 不是你认为 王润也要今天去做米其林密探 还是说你认为有一个人很像密探 拿个小本子出来寄 不是这样子 就他们的讲法是这样 可是因为你还是内心充满怀疑吗 可是我现在就要回答你 到底有没有密探 有 因为呢有一家餐厅有告诉我 他认为那个人是密探 因为去年也来 今年也来 而且是台湾人 可是关键是在于 台湾人就很难去判别了啦 没有啦 可是关键是在于 因为他这个行为嘛 然后还有他 他把他拿出笔记来 拿去手机来记嘛 因为他会有一些行为 然后可是具体他不愿意跟我讲 然后可是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怎么那个呢 然后他就说 可是他自己内心有怀疑 他说因为这个密探好年轻哦 就是当他问了他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的回答他会觉得你来评我 更何况这个餐厅的老板做的 还不是那种很艰难的 比如说不是那种高档的西餐 高档的中餐那种艰难的料理 所以等于是他自己也会觉得说 好吧台湾密探有 就是我得到讯息是有 所以我的疑问也还是就 我是问说有没有国外来的密探啊 可能本土培养的很多就是了 培养很多我也不认为 我觉得因为像就今年的米其林 公布跟去年比较 这个我之前有讲过 因为我是用港澳指南 来做一个比照标准 就比如说港澳指南 他们在2009年2008年2009年 公布了第一本之后 其实内容五年之内都没有变动 他们写的文字 他们用的照片大大小小 那如果有人身心有人降心 也就有一点点在调整 那所以等于是这个台北加上台中 台中是第二年嘛 台北是四年嘛 像这样子的米其林指南 他现在这段时间 其实都是在微调 你会发现今年也是就是微调 所以实际上也合理 就是一个餐厅他不可能一年之间的好坏差这么多 是这个意思吗 他第二年他第二年就给了那个华西街台南蛋紫面一新 隔年就把星星拉掉了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有些餐厅你说好不容易在今年表现这么好 你说他明年会不认真 因此就叠出榜外 因为其实今年有两家餐厅叠出了星星的榜外 因为米其林其实有分几个部分了 一个就是有德星嘛 一星到三星一二三 然后有一个就是大家热烈讨论的必比登 必比登讲的就是米其林那个全身缠满绷带的那个人 他其实不是缠满绷带的 对啦我们有人讲说米其林宝宝 有人讲说车胎人 有人讲叫他车胎人 因为他其实一直哦 因为米其林是1900年开始 就那个宝宝名字变蛮多的 然后他其实真正他有一个名字就是叫必比登 翻译过来就叫必比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米其林大家会讨论的是餐盘推荐 因为这两个价格比较公道啦 不是必比登比较便宜啦 对啊对啊价格比较公道 必比登为什么会跑出来 必比登就是当初米其林在法国 还是在一些城市在做评鉴的时候 都评的是 因为我要重新讲米其林是观光客指南 嗯这个观光客 比如说我今天王润瑶去了纽约 我要去吃什么餐厅 我到了这个外地去玩 我花钱一定手软嘛 对啊对啊对啊 我绝对不会说想要去什么纽约 去吃一个什么什么越南河粉 怎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态度 那所以可是米其林长期以来 评鉴就会被人家攻击说 你都是介绍贵的 那所以必比登是出来 没有几年的东西 对是比较新的 对 不过这个也要回到一开始 为什么会有米其林指南 因为他本来以前他觉得开 以前的世界 他觉得开车旅行的很多嘛 我给你一个吃的加油的住的 他的客人那么多就是啊 所以他就顺便给你一个指南 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那个东西叫做车胎人 而且他为什么会推荐你贵一点 因为你是要去观光 难得花钱 你去这个地方 可能一辈子可能只去一次 住好吃好满好 所以你有什么东西必要 一定要去的 我觉得是这个概念底下产生的 死生非去不可 还是明天要死 今天就要吃到嘴里的东西 他们其实界定就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越来越 变化越来越多 可是你会发现 媒体对车胎人的这个兴趣 反而更高 因为车胎人在台湾 就是一千块可以吃三道还是吃几道 就他们有一个规定 然后我刚才讲说米其林还有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餐盘推荐 在台湾也是台湾 大家一直都在炒作餐盘推荐 这个餐盘推荐的意思就是米其林的密碳 有去你的餐厅 他有可能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餐盘推荐也是他有一直在改变 比如说他给你红色的餐盘推荐 黑色的餐盘推荐 然后甚至于是会给你什么多一个盘子 就是多一个筷子 因为东方西方他给你的这个评价不一样 可是餐盘推荐在国外没有人讨论 就表示这个密碳来过了 他来吃过了就这样子 然后搞不好你好一点 搞不好你就差一点普通 然后甚至有的餐盘推荐 就是你丢在餐盘推荐里面 什么也没有 也没有给你盘子 也没有给你叉子 什么都没有 所以等于是大家其实主要要讨论的 还是米其林的星星 像今年有两家降星 今年两家降星其实就直接掉出去了 因为他们一向以来都是拿到一颗星 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讲进入的 因为应该给他恭喜一下 先讲好消息啊 真的 可是我觉得今年降星 好多美食家都出来叫 他们怎么会掉星呢 真的吗 平时在干什么呢 密砍不够格 可恶 那当然要讲 但是我们说我们先announce一下 有生心的进到这个新鲜排行榜的身体是哪里啊 今年星真的可多的了 真的吗 对啊 我说今年新进榜的啦 对对对 今年其实新进榜的有几家 大家有一家还蛮有名的 这家叫傅景树 你有吃过吗 有 以前吃过 评价如何老实讲 我好几年没去了 对啊 我真的好几年没去 这家其实在国外也有开餐厅了 我有点惊讶 对 但他算是有点文青店啦 为什么 你知道我这个人就很文青嘛 那所以呢 其实只要台北市的文青店 我多半很多都去过 傅景店我好早以前就去过了 我以前就喜欢傅景街 永康街 你知道我的那种调调吗 清田街 清田街也不错 对啊 我就是喜欢那种看起来 这个街道啊 有书啊 然后那小咖啡厅啊 然后弄的很漂亮啊 房子旧旧的啊 对对对 旧旧的啊 有点人文气息啊 你们可能办点什么 读书会啊 偶尔有点展览啦 反正我就喜欢讲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 傅景街是谁这种调调 我很早就去过了 喜欢 所以我刚刚喵到 我还蛮喜欢的 但他进到星星 我确实是有点惊讶 所以他到底是什么菜 让他进到星星呢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王文瑶来聊呢 这一次啊 这个今年在疫情底下的米其林的啊 这个名单啦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聊这个星星 不管是一星二星三星 好那我很快的把它念过一下 因为其实新增的啊 这个并不多了 这个从一星开始 一星新增的 我们刚讲的第一个傅景树嘛 再来这个什么 denight 这是法文 好像是法文的样子 denight 米香 米香是个台菜 牡丹 牡丹是那个日式的吗 呃 它是现在这个牡丹 只做天妇罗 炸天妇罗的专卖店 OKOK T加T T加T 过去这几年蛮夯的 像私厨嘛 对不对 OK sir sir是台中的一家餐厅 sir这个是一个年轻主厨 不是啦 不是那个sir 他是个年轻主厨 他其实就是把台菜 变成很时尚很时 现代 现在大家都这个嘛 你刚才讲傅景树也是啊 就很现代 现代 现代 好 那再来叫安达的肉屋 OK 安达的肉屋 去年也有 可能因为他搬了一个家了 所以他要算是新餐厅 这样子是这样子来定义的话 OK好 所以这是新入榜的一星的餐厅 好 那这个一星掉出去的 顺便念一下 大三元跟 慕美 对不对 这两个是掉星的 好 那二星级的呢 是从一星升二星的是欧姓 然后呢 从二星掉出去的没有啦 对不对 那三星的话呢 没也没进也没出 就一个移工 就是移工 那所以其实如果照这样讲 最有讨论度的就是一星咯 台北跟台中 台北的数量很大 对不对 一星 一星的数量很大 我们今天其实大家也是在讨论 就是有改变的部分 已经在上面代表 他连续几年都在上面了 很值得吃了 有人连续四年啦 有人是去年连续两年 大部分都是连续两年 大部分都是连续四年了啦 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家 那个有兴趣都要上网去看一下这个名单 不是我们没念到的 就不那个 我们其实是在增减当中 所以我们刚讲到 新的这个傅景树啦 对台菜 他很特别就是让你那个嘛 去台菜 然后呢 配香槟嘛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对对对 要念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呢 算是 傅景杰这一点 算是走得早 就把台菜弄成 有点像法式 或是有点像Fusion 那样的feel 而且他产量也不大 然后就蛮精致的 对对对 但是我真的是好几年前 我那时候吃旧台菜 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是蛮惊艳的 但是你说他 到新奇这件事情 我是也都真的 没有特别去想过啦 所以这几年也没有再去 你去吃过吗 我觉得大家 傅景树我没有吃过了 可是傅景树有一个故事 对我来讲 因为傅景树 其实很早期 他们其实就有去 我记得是去日本开分店啦 我记得他们 其实因为去去国外去开 你这样讲 那个老板有来跟我聊天 他开了不止一家 他在台湾就已经有好几家了 而且都很时尚 对对对 然后他很有 你必须这样讲 他很有他的一个规划 跟企图心 然后呢 他认为台菜 为什么只能够长那个样子 他希望给台菜一个 不但是就菜本身要好 就是他的他的形象 他觉得希望能够有个新的富裕 新的时代的与会在里面 那所以样子就很时髦 很文青 你你可以讲文青店 但你也可以说 他是一个像网红店 对对对 所以连一新都进到 还有就是大家怎么界定台菜 就比如说呢 大家在讲 傅景树的是招牌菜是什么 是苍蝇头 甚至是有一些川菜 然后可是问题是大家就说 他就是我们创新台菜啊 因为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哈 因为在这个米其林名单公布的时候 其实不想 我本来不想要讨论 因为有人放大解读这件事 因为呢 在某一个电视台 他们在公布米其林的新兴的时候 把中华料理 比如说像江浙 比如说像广东菜 都归类为异国料理 我真的觉得这种事情很无聊 这种政治的事情实在是无孔不入 所以等于是呢 回到这个傅景树 我们没有要把这个江浙什么都归为异国料理 就回到傅景树 我自己其实有一个态度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我我卖的就是台湾这块土地 是啊 对不对 台湾本来五湖四海 日本料理你也可以讲说是台菜 我改了嘛 对不对 还是说川菜 还是说大家习惯的这种江浙菜 他其实是大范围 就是你去看这个傅景树的菜单 你就知道 他绝对不是在跟你讲说什么 只有菜不能啊 还是说只有什么什么 你知道这种 我觉得要讲这个态度才是对的啦 本来台湾的 台湾讲 你外国人看台湾 台湾的丰富度 跟台湾最最棒的 为什么台湾人说脑袋很灵光 台湾的文化非常的多元 他就是因为经过不同的碰撞 对不对 他不管是东西方的碰撞 或者说你说两岸之间的五湖四海的碰撞 所以才会 这才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 应该画一个框框 对不对 画一个框框 所以等于是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傅景树就是一个观光点 因为你在台湾 你不会吃什么东西都配香槟 可是你也可以这样讲说 搞不好你今天有外国朋友来 我在讲这次本来就是观光指南 外国朋友来 香槟本来也就是一个国际语言 对不对 他可以在这里面菜量不是很大 因为如果我们去吃这种传统的这种中菜馆 菜量都很大 你要吃很饱 等于是他颠覆了一些想法 搞不好这个是评审 觉得很棒的地方 那我刚才是要跟蓝轩讲 还有跟听众朋友讲的时候 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这家怎么会是一星 这家怎么会是二星 为什么这家有 这家没有 大家不妨好把这个名单展开来去想 就是一星的标准 二星的标准 跟三星的标准 不管米其林告诉你什么标准 这些餐厅是否都是同样可以站在同样的高度上 我现在念给大家听 就比如说傅锦树 对这一家台菜 然后还有牡丹 牡丹刚才蓝轩在讲 他就是专门做这个天妇罗 就是日式的这种天妇罗的油炸的店 然后还有T加T 对不对 T加T就是刚才讲是私储 你去过没有 在红国大楼的后面 你这样讲 我觉得好像有有半年多前 我们一度就是说 疫情有点趋缓 我们想几个大学同学要去订一个私储 订不到对吧 订不到 好然后他最有名的就是他 他在几桌啊 为什么一直都百年订不到啊 他不是就比如说 我们大家在讨论私储这两个字 大家都认为说 他应该私储都只有一桌 两桌 然后应该都有 一桌太夸张了 五六桌了 还是专人服务我 有一个私密嘛 然后有一个菜色的变化 那可是T加T 大家说他是私储 他当然他也是自定为私储 可是我自己去吃 我并没有这样觉得 他其实也就是那种 你熟悉的味道融合在法式餐点 其实这个是一个 这其实是一个公式 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厨师 都去套这个公式 因为他如果套得好 米其林星星他就拿得到 就是他有渴望摘下这个星星 那其实T加T就是这样做 T加T 你一进去其实就是一个小馆子 就是很普通那种西餐厅 可是他有一些东西会让你印象深刻 其中有一个还造成一个风潮 就是他改良了车轮饼 他把这个东西当做是他在套餐里面 会出现的一种形式 可是车轮饼里面要包什么东西不一定 每个季节都不一定 是甜点吗 还是连这个都不一定 有甜有咸 还有咸 可是当你拿出车轮饼的时候 你嗨啦 是不是 这个有点巧思 就等于是我们刚才在讲台中的那家SUR 有没有 就是今年台中新进的这一家SUR的这一家 他的中文是很轻色的SUR 这个年轻的这个主厨也是非常年轻的主厨 他是高餐毕业的 他一样他也是把台菜的元素融进到 这种一道一道 看起来很精致的料理里面 那或许听众朋友上去Google Google这几家餐厅 你其实看不出来他有多精致 那可是如果你有看到那个拍照的人 如果故意把手指放进去 啊很精致哦 因为比手指还小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 就是他有一个对照组 那就是吃一个气味 了解 你知道吃这个 那像MUMAI也是 你知道就我们在讲这个早期 台湾有几家餐厅 大家眼睛为止一亮 你讲MUMAI 因为我去过MUMAI 但实际上有点嘻哗的感觉 不觉得吗 就很炫嘛 就他这个菜 有点虚无缥缈 他给你的菜单 你看到这个菜单里面的食材 哇用这么多哦 哇好有梗哦 我记得我上次去MUMAI吃 他给我吃虱目鱼啊 哇虱目鱼怎么可以变成一朵花 你自己都很惊艳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都是强调在地融合 你有的经验 这些都是这样 都是有在地食材 然后有点创意的展现 然后量都不大 然后看起来都很细致精巧 老实讲肉也是啊 泰瑞也是啊 台化也是啊 对对 或许你可以讲说 新台菜 其实你叫他台菜 他也不甘心啊 台菜对他们来讲肉了啦 你知道就他们要做心法 台皮法骨 台皮法骨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他们有很多讲法 台发混血 台发混血随便 就他们其实有很多讲法 可是你看得出来很显然 米其林的密探也喜欢 嗯嗯 对不对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从这个名单里面 去追他们也很喜欢 从以前的角度来看 是因为他们的味道加点台湾本地的味道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我们自己的本地味道加点外国味道 对啊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认为说 米其林的蜜蛋不够格的原因 因为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很深入了解 台菜到底是什么 我再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次呢 在这个新进榜的这个名单里面 有一家叫米香 你有没有吃过 美福饭店的台菜餐厅 他他应该是比较传统台菜吧 好我就要讲米香的故事 米香的主厨出自新叶台菜 米其林进到台湾来之后 一直有一些人哦 替这个新叶叫区 为什么新叶没有 为什么清叶没有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而且这也是我们比如说长辈过节啊 长辈过节 就等于是 因为你知道他这个名单里面 一直有一家叫名符台菜海产 对对对 那是一开始李登温爱吃的 对啊 这个名符台菜海产 老实讲就是很传统 这些都是很传统 为什么名符有 为什么新叶没有 为什么清叶没有 对不对 大家会问 名符以前的环境更差 有没有 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第一次去名符有 都都吓一跳 我说我这家餐厅怎么那么老扣扣 厨师也老扣扣 服务生也老扣扣 那当然他现在有经过一些装修跟维修 米香的主厨就是出自新叶台产 然后这个主厨很妙 我在采访这个主厨的时候 这个主厨告诉我 他说呢 他在新叶呢 做了一些创业料理 新叶的人都不能接受 所以他才离开新叶 我跟你讲 我就觉得这一次我看到有米香 我说我如果是新叶 我真的气炸了 真的是要去撞墙了 对 然后他到了米香之后 有一个舞台 他就尽情的发挥 就让他摘下一心了 好吧 这个天下也蛮励志的 我觉得虽然对新叶可能是撞墙 但是对所有的老餐厅 可能就要觉得说 你得要开放你的心胸 对不对 OK 我们休息待会来 好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王瑶瑶来聊这一次的米其林的信心名单 那所以我们刚刚聊半天 我发现所以所谓的不管叫新台菜还是什么台发会学台发料理 台湾元素 对台湾元素占了蛮大的比例的 在这个一星的里面 所以我们刚念过去说 那OK 什么米香 附锦树 7加7色 都好 那所以安达热物是吗 不是 安达热物不是 安达热物是烧肉店 安达热物跟台北大腕一样 就是第一年在宣布米其林一星里面有大腕烧肉的时候 其实好多人都昏倒 就说烧肉烧肉为什么有一星 奇怪 他的料理 小布为什么没有一星 对对对好 那所以你有答案了吗 因为确实是啊 他的料理的功力 我其实第一时间 我其实第一时间 没有 然后还有就是安达的热物很惨 安达的热物的主厨Sam 在去年还拿下了最佳年轻主厨大奖 这下子炸锅了 他说他会做菜吗 他会炒菜吗 他会切吗 他会切 他懂吗 我就会切 他会切他会腌 会切会腌 会会烤 是不是 就翻面 因为其实 至少一定要 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会认为说 烧肉只是料理里面的一个 你知道一个程序 一个步骤 那是为什么 还是有我们不懂的地方 还有没有中间的学问 我个人觉得啦 如果去年有最佳服务大奖的话 搞不好会颁给安达的肉污 这样子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吧 因为其实他们 服务渐长 不是因为其实像大腕烧肉也是 因为之后我也不服气啊 所以我去吃大腕了 我也去吃安达的肉污 我觉得很难去讨论 因为大家会讲说肉还不都一样 其实不一样 肉是不一样 我相信肉不一样 他们自己会去找 选品 我觉得自己会找厉害的肉 可是再怎么选品还是烧肉啊 所以我就要问他料理 他的功力 可是问题是我吃了这两家整体的感觉 他很舒服嘛 而且他这个烧肉的水准很好 就技巧很好 而且他们不是跟你在这边插磕打魂 不是拔妹 你知道有的时候大家去吃烧肉 你知道漂亮 因为可以喝酒啦 对啊 喝酒不开始 他们没有 他们其实是很专业 就不是说来给你拔妹 逗你开心 讲一些五四三 不是 他们会让你focus 专注在他们的肉的上面 所以等于是安达的肉污在 应该是今年吧 今年搬家了 因为他原来的位置很少 桌素不到十张 桌素不到十张 然后其实台中烤肉店好烧肉店好多 会选出安达的肉污的时候 连台中当地人都傻眼 他说这家我们没有吃过啊 就比如说我问了台中的朋友 问了七八个都说没吃过啊 我没有吃过 你知道他也没有什么大打广告 都没用啊 那是怎么样是比较贵吗 还是比较偏僻吗 也不会 因为他其实做的就是和牛 他做的都是全和牛 然后我去吃了之后 我发现这个Sam 对这个Sam 你还嫌弃哦 他其实很专业 他那个一进一进下去 他除了有制式的这个菜单之外 他还会拿一张牌子 你知道告诉你 你知道他的这个特选 今日特选的东西 他很用心 你可以感觉他 然后还有他这个烧肉的时候 的确是恰到好处了 那我要讲的是安达的肉污 因为他今年搬家了 搬家的时候 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搬家 我记得是今年搬家 搬家了之后 他其实就是即使有拿到新 也是归零 只要有变动就归零 所以他今年又拿到一新 大家就很痴心说 他又拿到一新哦 你知道很显然 你知道米其林密探 蛮喜欢 喜欢情有独钟就是 蛮喜欢在安达的肉污里面吃东西 可是我要讲一件事了 因为呢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讨论 然后甚至于呢 是在讨论调星 我们等一下会先讨论 我们先讨论调星 我问一个 那时候还有一个我没讲 像什么deny啊 deny是法国 这好像是法文 我看资料 因为我没有去 因为这家很新 这家很新 这家就是经常 以前在经常出去做生意的 那个商人台商 然后回来之后 他就想要开一家 他自己觉得很温馨 然后可是又有那种 在外国餐厅吃饭 feu 比较道地的这种感觉的餐厅 那我得到的讯息是这样 可是这家我也没去过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新晋的一新餐厅 拿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你要讲调星 调星就是 所以调星其实也 也也也一定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大三元跟木梅 不大三元其实当初禁绑 你看不了的表情 就有人其实 不以为然 后来你会发现 其实米其林的密探的标准 坦白讲 越来越广 对不对 我要怎么解释这件事 因为等于是密探不是只有一个人 这点我一直都相信不止一个人 因为如果真的被我们发现米其林指南的密探 如果这一区只有一个人 你刚刚不是讲了二十几个吗 不是 我说我讲的是香港 是香港 香港其实也不止二十几个 因为香港的餐厅密集度更高 而且香港是国际城市 人家我们也是台北也是国际城市 好吧算了 然后就人来人往 我再讲说 就如果他这个密探 应该是讲说 我那个时候在采访港澳 引其林指南的时候 有得到一个讯息 就是如果他得星的数量越多 密探 不同的密探去的次数就越多 甚至于在同一段时间 同一个餐期有两组以上的密探 得到三星的有两组以上 大家就用扮演不一样的客人 不一样的观光客 这样子 因为台湾人很奇怪 看到是外国人 你知道服务就特别好啊 然后所以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检测 这个餐厅是否可以 可是因为我觉得这都是神话 我自己有时候在讲一些米其林密探 讲给我听的故事的时候 我都讲说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因为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 不管怎么样 所以等于是在调星里面呢 有大三元 因为大三元第一年拿到一星的时候 的确就有很多人跌破眼睛 因为他把它归类为月菜 可是我觉得大三元很local了嘛 对不对 其实你讲他是这种新式台菜也可以 等于台湾人爱吃的料理 大三元都有 是没错 对不对 然后调星的还有慕美 因为慕美我自己觉得林全 就是这个林全这个主厨 他自己已经把他自己提升成为一个CEO了 因为慕美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傅景树 的这个CEO一样 就他开的餐厅好多 他又开泰国餐厅 他又开那种那个在金华酒店下面的那种 他开了很多家 那所以呢慕美一直我都有听到 有人跟我讲说慕美怎么都不换菜 慕美怎么都不换菜 因为大家或许会对于像这样子 这种定期换菜单 这种很时尚的餐厅有一些期待 所以比较他的重点 把他放到扩展他的餐饮版图了 所以可能就变成单店里面的经营就不够细腻 也有可能 因为你这个是找一个框框在找答案 然后就比如说像大三元 大三元其实德星之后大三元呢 发明了一只鹅很有名 你记不记得你有吃到吗 他们有一只脆皮鹅啊 那只脆皮鹅美食家吃了 你知道都占不绝口 那所以我也忍不住跑去吃了 我其实没有占不绝口啦 我只是觉得说很努力很认真开发新菜色 本来就是老餐厅要做的事 就是你不要守城 你还可以创新 那可是味道好跟不好 我觉得其实见仁见智啦 那可是我自己可以很确定 因为这次呢 大家可以看到米其林在发布调新的餐厅的时候 不只一个美食家出来替这些餐厅叫区 发现呢 大家还可以发现在台中小乐木 陈兰书 陈兰书呢 开了一家餐厅 他收起乐木开了小乐木之后 也有美食家为了小乐木 没有拿到一心 而垂胸顿足 真的是垂胸顿足 因为那力道很强 对啊 我只能讲说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 对啦 而且我觉得美食这件事情坦白这样也都是很主观啦 我觉得米其林只是在一个主观底下去挑出一些 试图客观 供给一些观光客 或者供给一些爱吃美食的掏客 不是不是 台湾就是供给一些去吃了之后 会出去打卡 上传IG很得意 我已经摘心了 尤其因为米其林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都变成大内宣米其林 对我刚刚欣民在讲的是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真的是我们 而且我们是政府出钱 请他们来评鉴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真正有本事 应该把这个推荐到外面去 让接下来疫情如果真的是开放 大家不管是不是拿着疫苗护照才能进来 总而言之来台湾 这些所谓的摆上星光闪闪的餐厅 都可以受到青睐嘛 对不对 我们继续再回来 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王二瑶来聊 这一次的米其林的新兴名单 最后一点点时间要讲台中啦 台中这一次你说很积极嘛 他们很开心 非常非常开心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我去年其实台中市市长 那个卢市长就有邀请我下去做主持人啊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是去年 因为去年是第一次做台中米其林评鉴 所以他把那个德星餐厅也邀来 比比登餐厅也邀来 没有德星的也来哦 你知道就比如说他不是说只有邀请得奖的人 就等于是让所有的餐饮界 我记得那场大概有五六十人这么多 厨师也来 然后那个老板也来 然后大家就很开心说 哇恭喜台中院跟国际接轨了 我自己其实很认可就是有了米其林星级指南之后 的确跟国际接轨 因为在之前 我们四年前 米其林来到台湾之后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 的确有人 有外国人来 一进来就是要吃移工 不啰嗦 你知道就等于是移工做外国人的生意就好了 不要讲说管台湾人 你讲到这今年 今天一位很开心 他们上面拿到了这个服务大奖 对啊 就等于是观光客 我就讲嘛 你到这个城市 我不管你相信 不相信米其林指南 我到了这个城市 我想要 你知道吃这个城市最好的东西 大家都去挤三星 就像台中 台中其实没有餐厅拿到三星 可是拿到二星 就是JL Studio 可是JL Studio 一直都很有名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加坡主厨 落脚来到台中 他之前就是热幕 就城南书身边的左右手 他叫Jimmy 所以他的餐厅叫做JL 因为他新加坡人 他叫Jimmy Lin 然后Studio Studio 就像是一个实验室 研究室之类的感觉 然后他的菜色呢 因为他做的是现代新加坡料理 那所以去年他拿到二星的时候 就有人批评说 我干嘛去台中吃新加坡菜 对 有人呢 你去新加坡吃新加坡菜 问题是你去新加坡吃不到他的菜 好 那这就是为什么Jimmy 他就讲说 因为他喜欢台中 这周边的很多农业的县市 你知道攻击他 你知道攻击他 做出更多现代新加坡料理 今年我又下去了 因为今年等于是公布的前几天 卢市长就问说再下来你知道我们办座谈会 因为今年是疫情嘛 他就讲说今年没有办法大规模 你知道叫大家一起来庆祝 所以今年就直接去JLStudio 跟主厨还有总经理座谈 然后我喜欢卢市长 卢市长就一直感谢一直感谢 不光是感谢JL 就感谢所有的台中餐饮 因为事实上也证明他们其实去年台中拿新了之后 卢市长说他烦死了 大家都打电话跟他要订JL 卢市长说我又不是JL的公关 JL又不是我开的 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卢宗彦这些年尤其在疫情期间 我觉得他做的有点像是台中市的大妈妈的感觉了 他也不能够怪大家打电话跟他要订台阶 他其实没有怪 因为他讲说我也订不到 你给我我也没办法 因为还是要找他们总经理小赖 就是他们赖总 赖总也没办法 因为他的这个JL Studio的座位数只有24个 疫情期间又减半 然后他们也放了隔板 那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到 就像JL Studio的总经理他在讲说 的确好多观光客来 就比如说观光客外国人来 来到台中他就要去JL Studio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米其林 我们应该要期待米其林的效果 如果他有发挥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城市的光荣 也是一个城市的行销 很开心啊 可是问题是台北就没有人庆祝啊 我看柯市长 柯市长因为太多了 柯市长每次去哪里都蒙着头一直吃东西 每次我正常讲 我就跟柯文觉得他的style有关 他自己卫生只会吃便当 所以他跟美食 美食文化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可能 不是说贵的就是有美食文化 便宜的也有美食文化 可是他应该中高低 就等于是带着一种欣赏推荐 然后感谢 就说这个城市好美好 这是一个城市最美好的一个经验 但你就会发现米其林指南公布 台北好冷哦 我觉得这是柯文哲的特色 我觉得他也是要改的一个地方 他们有生活感 更不用讲他的就比较属于 生活品质薄弱吗 艺术文化设计那一块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明年 可能会有高雄 对不对 台南跟高雄 我觉得这是县市长跟一个城市 可能可以认真去面对 但是我们要强调 他不是只有大内宣 我觉得要走出去 要让台湾每个城市走出去 当然这个也就是政府 花钱最大的目的了 现在是吗 当然是 政府花很多钱 可是我们花那么多钱 可是我们现在碰到疫情 就没办吧 真的 所以希望到时候我们一开 哇 所有的人都会涌进来 对啊 好 非常谢谢各位啊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都 我 想不来 吧